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到了肉的导演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剧组的朴素可见一斑 而在一场打手枪的戏中 本玉更是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乘风破浪是否真像看起来这般咬丝味十足呢 直到一艘船的出现才彻底打破了记者的疑虑 还记得破旧的船只吗 半个月后他已经摇身一变化作一艘姨妈色的大船 该船不仅能够乘风破浪 还能喷射出白色液体 原来为了拍摄灭火的戏 韩寒竟下令建造一艘世间根本不存在的消防船 如此之大手笔令记者十分意外 当被问到成本问题时 韩寒带领记者来到了赛车维修厂 他二话没说 操起王大锤 搭向驾驶不菲的道具赛车 深藏公寓名 最后另一辆车需要做出玻璃砸碎的纹路 他更是要求轻力轻微 在砸完一千多辆赛车后 领导演满意的花纹终于奇迹般诞生了 记者由衷赞叹 厉害了我的汉 见识了导演的处女做精神和土豪作风之后 记者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工厂 这里负责制造电影中的所有道具和场景 原来乘风破浪看似朴实无华的背后 每处细节都暗藏玄机 产房 亭龄溜冰场 复古卧室 以及自己御用的粉色血头房 全部手工打造 而这座平地上拔地而起的卡拉OK歌城 更是令众人瞠目结舌 歌王寒寒 更是沾沾自喜的向歌友们安利自己的新产业 并赠送了邓超48小时豪华包间免费欢唱券 嗯 不含酒水 奉生意旧的 谢谢 一年过两一年 我一生只会穿一线 让雪乃在下面 你的信仰 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放一下 想你 想你 放一下 放一下 众所周知 韩寒是一名资深老司机 一言不合就开车 从飘逸的平衡车 到二手的自行车 从拉松的摩托车 到乡村重金属电动车 都曾被他紧紧夹在两腿之间 不过韩寒最牵挂的 还是拉力赛车 他带领大部队连夜转战周山 这一次 平林镇最速难 要把赛车带到电影里 周山的大海 马达贾斯加 已经哭晕在厕所 导演爱鸡毛 已经成了不朽的事实 马达与鸡毛 争宠失败的故事 更是成了坊间的笑谈 漫步沙滩 仅是众人片刻的欢愉 另一边 导演韩寒 亦是心智重重 紧锁眉头 松弛的五官紧凑到了一起 因为接下来要拍摄的 是难度极大的飞车特技 八十我觉得对啊 八十它是过了 八十的话是这样 突然下来的 对 一定要有那个 其实就是这个坡 降到跟这个坡一模一样 然后放到十米外 下一下就过去 平时一贯放弹不击 活蹦乱跳的他 沉浸于对安全问题的思考 工作人员都不敢打草惊涉 韩寒决定化身包工头 并着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指导方针 亲自部署安全防护工作 以做到万无一失 他戴上安全套 而不安全帽 带领众人搭建缓冲带 测量弯道角度 精确计算车速与机位调度 力求做到人 车与摄影机 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 赛车 跑道 横幅 广告牌 群众演员 一切一经就绪 韩寒披挂上阵 记者大喜 终于可以意读这位 国产丘明山车神的风采了 马达的呼鸣声传来 发动机猛烈的作者 韩塞 啊不 国塞运行 这个少年就这样飘来飘去 在弯圆的山路间 在西方的田野上 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没有比他更快的满指汗了 下期节目乘风破浪将迎来杀青时刻 告别之际感人至深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